疫情的關係現在大家都沒有辦法出國了 所以淘機公司就跟著航空業者一起來規劃 讓旅客可以搭飛機飛離台灣領空 來那麼一趟偽出國旅行 我們來看 拿著護照排隊登機 桃園機場一早就出現許久不見的旅客人潮 受到肺炎疫情影響 愛出國的民眾踏不出國門 航空公司推出升空環島為旅行 結果民眾趁機會飛上天空向女友求婚 請再編選小姐 接到我們的前面臺 你願意 你願意嫁給我 大家一起給他們一個掌聲 將先叫好嗎 原本是今年預計要出國 然後在出國的時候求婚子 然後因為疫情關係影響 就沒有辦法去了 所以就想說借這個機會 那一樣偽出國 然後在高空上面 給他一個特別的經驗 在全機旅客祝福下 疫情期間還能在國外求婚成功 淘機公司跟航空業者合作 推出升空環島為旅行航程 民眾搭機飛離台灣領空後 環島一圈再降落桃園機場 旅客除了能在飛機上用餐 下機後還可以逛免稅店 不少想出國的旅客 專程趕來搭飛機 很棒 是因為我老婆生日剛好是今天 所以偷偷地訂了這個 是企業出國班 人家剛剛航空公司還特地確認 怕裡面有偽禁品 我說給你看它裡面就是空 什麼都沒有 不會覺得戴這個 不會 出國就一定要這樣 真的是被關太久 很多民眾一知道有環島航班 就迫不及待地上網登記 環島包機一推出幾分鐘內 機票就被搶購一空 來搭機的民眾登機前 一樣要量體溫戴口罩 因為沒有入境其他國家 所以落地後不用居家檢疫 飛航期間的確飛出台灣領空 雖然說是偽出國 不過機上所有乘客敵的確 卻出國一趟又反抵國門 記者王小華台灣報導